大家好 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那个如须购买三国沙 阿曼礼包 记得到坤姐三国沙主播店啊 下方字幕写的有sb张坤点淘宝点看 好的 第一局的话我们大主攻啊 选择了郭皇后 郭皇后的话这个 开局这个排棋子还可以啊 但是看他忙谁了或者是不忙应该都可以 这么一搞 那么赵 你前所你绑都绑了 你其实可以赵叔在此了 反正你直接弃牌是没什么用的 你赵叔在此 如果赵云把他当做一个杀 你还能砍一下人 是不是 好吧 直接弃牌了 人就不叮赵云了 不调戏赵云了 那么蔡文基的话是直接跟着我们朝来打 如果他是反贼的话 他有寒冰剑 他是可以直接组的 对不对 所以说应该来讲跳了一个大大的忠诚啊 顺着祖宫的诗人轴 铁索 年之恶行 东吴水师可破 哎呀 这寒冰打我们就比较厉害了啊 如果没有红杀或者是不适合打我们也是可以激火蔡文基的啊 那么这个也是借刀 虾子 然后是 是吧 强行解铁索 众有千军万马 那就是不迷心 哎呀 这铁索榜上一下两个还都是反贼啊 那么这个卖 再卖 买了 既然买了的话 这个菊花刀就直接 是吧 当然你没有九菊啊 你没有九菊 一个铁索 然后一个属性 火杀啊 火杀 你没有九菊啊 你要搞清楚啊 为什么说你没有呢 这个地方补一张牌 也挺虎的 挺虎的 直接这么补一张牌 为什么你没有那个啊 你可以当酒 但是这个酒你不能指定自己为目标 所以说你自己是喝不了这一口酒的 所以说就有一个限制啊 有一个限制 但是你这个菊花刀还是很容易用的啊 因为你可以紧囊 比如说对于一手牌的人 把手牌给他拆掉 抱着个菊花 也是可以的 哎呦 这就厉害了 这两个还狼狈了一下 呦 这就比较厉害了 反正主攻已经觉醒了 那再打的话也无所谓了 是不是 反正能打他肯定往死里揍就了 那这局的话 这个我们输出很厉害啊 但是作为一个主攻 光输出很厉害 我们不一定能赢 我们防御不行 你也比如说你恢复系的警囊 桃源建议 你不能指定自己为目标 对不对 五股风筝不能指定自己为目标 脚造桃子不能指定自己为目标 我就识认这一句话 那也是挺扯乱的啊 不过我们快速的捡几个人头也是不错的哦 是不是啊 这不有属性杀了吗 如果说再搞个铁锁 那你敢不敢去骨啊 还真敢 只要我不死主动漏菊花者 嘿嘿嘿嘿 那么锁锁连环 千开无中啊 锁锁连环 你别先喝酒啊 你直接先绑你的铁锁 你在遭仇恨啊 遭仇恨 是吧 你绑你的铁锁 你在喝你的酒不辞的啊 当然啊 人家明知道啊 你这个家伙有菊花宝 是吧 你能狡照属性杀 你喝不喝酒 他都要打这个铁锁的 无限的啊 也是没有问题的 无中可以忍 铁锁人家忍不了啊 成生死 离别之苦 要不我们就不要他了 真不要他了 要他其实意义也不是太大了 是不是 我们这个地方给自己搞个调 把自己打活 然后皇上的人头 我已经看着是我们的了啊 好 再补一张牌 补一张牌 我们就有牌了啊 本来还不一定有牌 但现在我们就有牌了 如果能添过一个兵 效果更佳 造输在此 车我一局 车我一局 哇 这就是 就是这么强势 我怪你又没有一张牌 打的就是连一张牌都包 是不是 那举二刀本身发动条件 是靠手拍的 但你一张牌 我能配合普通锦囊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哎呀 又一个 难道又一个 造输在此 好吧 那不行的话 咱就爆不了菊花 咱就普通的砍 反正也不缺你这一滴血 反正就是爆菊花了 你也死不了 只不过菊花特效很好看而已 对不对 行精虚胜 谋断当局 能砍一刀吗 哎 这个好 你只要搞了他一刀 是吧 他那个地方 你打不死的话 我们虽然都爆不了菊花啊 但是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我只能说下一个 我们现在带防具 带沙伞啊 应该问题不大 面间的话 还要在忠诚那个地方磨一磨 这个含死的话 不出意外 下一个出局 是不是 你能无限第一次 能无限第二次 你能 你能一直坑 你能一直去无限 对不对 那么 咱们 那就赵叔一个锦囊呗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过拆了啊 我说这沈家一拿掉以后 我们之前搞他们都是过拆配合菊花 但是我真的去搞你赵云的话 我就是顺手拽扬了啊 顺手拽扬 赵叔在词 一顺 一局 啪 那你赵云只有两张牌的话 你尚且不一定摸得到防御啊 那这个地方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我们可以 可以那个杀的啊 可以直接指定杀的 你看到没 我们断不断杀都无所谓了 可以嚼告一个杀的 天然菊花 是不是 你不天然菊花我还先顺你 你是天然菊花是吧 我就不怕断杀了 所以这局 这个菊花倒可以说是从头干到尾啊 从头干到尾 不过作为主公 一直血线不是太高啊 毕竟是输出可以 防御确实 这个 也不说防御啊 防御绝对是有防御剧的 你一打我一摸 对不对 但是没有恢复剧 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没有恢复剧 好了 那么这局的话 借刘备 当一个大主公的话 绑了一个 重铸了一个 绑绑你家吗 这个阅音啊 你不要被这个皮肤误导了 他其实是标阅音啊 对不对 他如果是机巧的那个阅音 他刚刚会看八卦的 那你如果搞不清楚 就鼠标看一看了 是吧 这个是标阅音啊 只不过用的是功神阅音的皮肤 这个好啊 我们作为内奸的话 希望鲁树这人去当忠诚啊 反贼又愿意打 他又有保护祖宗的能力 是不是 如果说祖宗方过强 我们还能武打三 制衡 是不是 如果作为一个反贼过强呢 有些时候自成都自成不了 绘画手术 放马 过来吧 作为一个烧泪 第一轮打个酱牛 但我也是弃杀没杀任何人 对不对 不要遭仇恨啊 至少没杀你虚处 你虚处不会无缘无故来得罪我们吧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是反贼的话 我估计也不会第一轮诞成的猥琐 是吧 是反贼估计要想慢慢过牌去动武术 或者是啥的啥的 所以说应该来讲还是比较累的一个动作 女徒劳顿 自己休息 是不是 自己累了 自己休息 还可以 发阵 目前是发阵 你看 不会直接阻挡 武术吸引嘲讽啊 吸引嘲讽 当然这个魏妍还是老魏妍啊 至少当时还没改 过渡期吧 现在 有老有新咯 有桃子 对 还是建议他一下 有桃子 还是趴一下 毕竟不会掉自己的血 这个时候的话 这算是明确的坑鲁术了 明确的坑鲁术了 我估计他就是想看中月银的人头了 他想拿月银的人头 所以说直接坑了一下鲁术 如果月银的人头真拿掉了 真拿掉了以后 那肯定嘲讽在主中方了 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的话 打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局面 忠诚确实比较强势 但是反贼呢 也不是说你忠诚一两下能打老的 至少反贼还是有血的 所以说呢 就相当于 这估计就是一个 可以这么 降流的存在 我感觉 这个不错 搞了一把刀 相当于是做了贡献 这也会我们推掉一个反贼 打下一定的基础 没命中 你如果说你这个决斗出去 连人头都拿不到 你就不要用了 要跟就不要用了 来月银小抱一手 坑一坑左辞 这个可以有 打了两点写是不是坑了一坑左辞 那等会儿啊 我们就可以 下一条直接可以捡人头了啊 包括大乔还帮我们放一个A 帮我们放一个A 鲁树我管你死不死 是不是 你就算是两个中程都死 由于你反贼这个时候 你说要缠几个 我们动人动 是不是反贼也得死 死两个以上 是不是 虽然说八卧的你左辞 两根鲁树都死 但你死一个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对我们来讲 你看 自己看 反正缠了几个 这绝对是内奸的 这个局势上是没有奔的啊 没有奔的 你别说反忠诚两个都倒了 反正一个没倒 或者啥啥 绝对不会崩盘的 现在 很好的局势 那么 哎呀嘛 本来就很好的局势啊 本来就是已经在小债节奏之内啊 你在手上闷了一个决斗上 结果还来个神难门 结果还来个神难门 那我只能说啊 这个是老天让我们赢 老天让我赢 我不得不赢 我不得不赢啊 搞得都有点不好意思啊 什么呢 那你左辞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活了啊 决斗 我的个乖乖 可以有啊 可以去决斗他 本身你大桥的决签是要靠决斗来压的 但是现在大桥没有流泥 我们有KJ刀 那我们肯定还是用杀去杀大桥的 对不对 有KJ刀 他也没有流泥 那你如果没有流泥的大桥决签就不是那么难压了 对不对 那你留被啊 老老实实地砍那间 对就老老实实砍我们 不要去为了是一个所谓的人头了啊 拿下 火宫 整体的上骑士痛快 正好是一张黑桃啊 带俩装备 三手牌 这个手牌质量肯定是比刘备的要好 刘备你当时才一手牌 还是一个负一吗 就是火宫的那张黑桃 善事为心 祖宗为药 当然啊 也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你想四个反对都已经倒下了 你活得也够本了啊 你够本了 不要再说那些伤感的台词了 本来是一个喜庆的事情 毕竟我们盖爷作为那间营啊 这么喜庆的一个事情 是不是 好了 这一局的话 哎呀 上一局那个牛皇叔说死的有点不甘 见牛背是吧 我们也是见牛背 行吧 那看你这一局到底能不能赢啊 给你一个主事点的机会 咦呀嘛 这个菊花刀要 可能要搞事情的 这个菊花刀 当然只是揣测啊 如果有方天的话呢 搞的事情更大 是不是 大汉千价 一半入花手 当然他这个脸乳不是太可怕啊 可怕的是这个强将不是自己人了 是吧 他是一个强将 但是不是自己人了 挺可惜的 他脸乳太迈合不了朝锐的 这点大家放心 哎呦 徐生这一下爽倒是爽了 结果呢 没做到贡献 因为现在他结盟空间不大 他想的是掉他的鞋 结果他强筋不掉 结果反而相当于是自己 三张杀没了 这个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 好就好在 徐生有人包扬 那要不然的话 这要是丢掉了三张杀 又没压到他的鞋 现在要哭的啊 要哭的 不过现在还好 菊花刀送他的 然后也送了杀 应该来讲 他还也包扬了他 这个主公说明 也要去包扬他 所以说那个三张杀的事 咱就不哭了啊 不哭不哭 站起来一顿 哭怎么哭 是不是啊 搞得跟自己多没用一样 手中手间 正 上能明报 当然别人不知道 他有局换到 我们心里得清楚 这是一把好刀 好刀 好刀 哎呀嘛 这元素 机枪一 机枪二 这也是罪得不轻啊 好就好在 这个家伙 两个人也没有洗到 多少张杀 大君在此 而等细无想千金一步 不会就一个吧 这么多人包扬你 我 那个 你说这能恨不恨人 明明不止一个杀有 局换不报 跑去决斗 你看人家一个心塞 寻以响应 杰命来了 这点击呢 不尊重 杰命啊 这种技能都不尊重 我也不知道这个 哎呀 你要尊重什么呀 杰命都不尊重 我搞得我们都很尊重 杰命的啊 也只能单砍一道啊 只能单砍一道 也做不了太多的事 并且只能砍这个 黄盖 我说怎么回事 老老师都抱两句话 不外媒气吗 是不是 搞得这 搞得大家都尴尬 都尴尬啊 实在没有指甲 让人决斗去补刀 对不对 咱也在心塞之前 去补刀 能能打死 那种决斗 才打 那个哎呀 少一个菊花 再给你把好刀了 磨刀祸祸祸像猪羊 结果没磨上 哎呦 他还不能死啊 他死了 这输出不好打了 别闹了 即使是当时少一个菊花 都无所谓的 只要不死 还活得回来的 这也都照样抱元素 对不对 但是他直接死掉的话 这个就有点尴尬啊 但还行 还有一个闪电 如果再摸一个铁鼠 把伤害从三点 扩大为九点 也是不错的 看咋样哦 卧龙之才 远分于我 这家伙顺手牵羊 直接丢了啊 哎呀 神器 好的 四为九 一烧碎 徐宇 你不是很喜欢 结明吗 给你机会 主动给你机会 你赖我喝 主公叫成死 成立马的死 他再不死 其实真没意思了 那么 虽说闪电 我们没有那么好的人品 摸一个铁鼠 把三点变成九点 但是我们来双千了 刚刚 是吧 九三三 两个都命中了 也不亏了 也不亏了 你看那个局面 已经不亏了 所以说还是挺细腻的 细腻就不 细腻就不 当然 那现在呢 把我们的方天拿掉了 其实现在方天 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对不对 已经没有那么多敌人了 没有那么多敌人了 是不为汉贼 现一车 有伞坚决不出 像这种情况 他开一个万剑 他骗我们伞 我们不能说 他骗我们就出 说起来你的心声还没发动 但是呢 贸素好像响应不了了 被剑了 如果过不了 这个乐是可以纯三的 就是纯三的 如果把徐树给打死了 因为徐树大小还是个小奶 是吧 大小还是个奶 我们把徐树给打死的话 单打一个孙策 就好打一点了 就好打得多了 如有良奔 何必问你 这个地方还是怂了一点点 怂了一点点 不敢九杀 如果九杀的话 我们是有可能被孙策反杀的 如果我们被孙策 这么早反杀的话 主攻一个人是吧 孙策 他不一定打得赢 所以我们想的是多活一会儿 多活一会儿 那么从此以来的话 我们只要活的时间长 你看 最后是把孙策给逼投降了 不过我估计孙策没有爆发牌了 能用的牌都用了 所以说就是吧 怕我们这个一会儿一回血 啥啥之类的 反正就是怕 那么从此以来的话 我们也拿下这一局 所以说呀 如果说你要需要三国上 online的礼包 一定要记得到 坤姐三国上直播店 是吧 下方写的这么清楚 sd当亏点淘宝点看 好的 谢谢大家